听到江训犬师拒绝训练 对面的男主人一下子慌了 他恳求对方帮帮自己 可训犬师真的没有办法 去教育一条试图把人和动物置于死地的狗 他唯一能告诫主人的就是 要么永远把狗关在笼子里面 要么无条件做好防护措施才能出门 像他之前那种不带嘴套 又横冲直撞的六弯方式 迟早有一天会闯下大祸 赵氏真导犬今年三岁 生活在一家修车厂 是主人从附近寺庙领养回来的 本以为有佛祖加持 这狗不说招客隐才 至少该是个听话讨喜的性格 但男主人万万没有料到 自己请回家的不是僧狗 而是魔头 他在半年前袭击了一位送货员 隔着厚厚的棉裤 都差点把两条腿咬烂 后来据受害人的同事说 那次事故给他留下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很长一段时间都睡不着觉 而且公司在往修车厂运东西时 再也没有司机赶下车了 毕竟谁也不想重蹈覆辙 遭这种没必要的罪 其实在那场事故发生前 这条真导犬已经有过两次咬人前科了 第一位受害者是合作公司的社长 事发当天刚下过雨 路上基本看不到人 男主人就把狗狗的短绳换成了长绳 没想社长突然来找他 进入这条狗攻击范围的瞬间 立马被扑倒在地 从上衣到裤子 甚至连内裤都被咬烂了 第二个受害人是他的远方表哥 可能因为不常见面 狗狗并没有将对方画进家人范围 所以当表哥试图牵着他遛弯时 真导犬猛地回头 咬住了对方的手腕 接二连三的咬人事件 让这条狗成了村里出名的恶犬 身边朋友都劝他弃养 或者干脆把狗送去安乐死 可男主人真的舍不得 最后就只能折中一下 把真导犬从家里带到修车场 全天关在笼子里面 放置到自己能看见的位置 以便随时监督 这样一来确实能解决部分问题 可紧随其后也跟了不少新的毛病 其中最严重的就是 真导犬几乎全天处于警戒状态 不管看见人还是车 都会跳起来狂吹 一直叫到车影或者人影消失 才能短暂地回归安静 可只要下一个影子出现 又会立马接上叫个不停 有时主人想跟邻居在院里聊上几句 面对着面都听不清彼此说话 为了避免发生意外 男主人特地在院里安了两个监控 防止狗真的撞倒笼子 逃到外面 而且每次真导犬一叫 他都得放下手里的活出去看看 以防有不清楚状况的人 贸然斗狗 再出现咬伤事件 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 他发现这条狗 虽然见车见人都会叫 但唯独对一样东西反应格外强烈 那就是小心货车 男主人说自己之所以不愿弃养 跟这条狗小时候的经历也有点关系 因为他在短短三年的生命中 已经出了两次车祸 第一次是三个月大左右 跟主人来修车场玩耍时 被一旦卡车碾了过去 因为体型太小 司机和男主人都没能及时发现 幸好后来送去医院只断了一条前腿 除此之外 男主人自己也犯过错 他在狗狗半岁多的时候 有天到车时又压到了小狗 那次情况非常危急 针导犬肺部出血 急需治疗 好不容易才抢救过来 由于这两起事故非常特殊 男主人也不敢确定 狗狗会变成今天这样 到底是不是产生了心理创伤 况且其中一起还是他造成的 所以男主人更加很不下心 把这条狗送走或者安乐死 而且这三年来 针导犬虽然咬伤过好几个人 却从来没有对自己跟儿子 流露出攻击性 他只能这么凑合着羊 每天按时带狗狗出门溜弯 希望帮他缓解内心的焦虑 但就是前段时间 针导犬在散布过程中又闯祸了 他突然挣脱牵引绳 攻击了别人院子里养了山羊 咬伤过动物之后 男主人下定决心给他戴上嘴套出门 可连续尝试了好几个月都没有成功 每次出门前光是拴绳戴嘴套 就得磨蹭至少半个小时 后来他实在被折磨得没办法了 只能是不戴嘴套的情况下 选择行人更少的散布路线 但问题是这条路上人确实少 可猫却多得要命 针导犬只要看到猫 就不顾一切地往前冲 粗重的喘息声连主人听了都害怕 有时候他一个暴冲 男主人都得被拖着走 而且即便咬不到猫 这条狗也会通过撕咬猫窝泻粉 除了猫猫以外 他对待雄性同类的攻击性也很强 不光是邻居家的看门狗 这条针导犬甚至还在山上 跟流浪的野狗打过架 当时男主人为了阻止 也在拉架过程中被咬了好几口 一连串事故后 男主人出门散布的装备也多了几件 戴不上的嘴套 防身的甩棍 还有随时随地用来赔偿的和解金 这些小秘密在申请节目之前 家里人谁也不知道 而江迅全是于他而言 也是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了 看完玉露视频 男主人最后的笑容 和江迅全是的愁苦 形成了鲜明对比 他这次没等任何一位嘉宾说话 抢先开口给出了结论 他说不管这条针导犬 今天能不能选 首先都得明确一个前提 那就是不能用教育宠物狗的方式 来接近他 因为这家伙的攻击性太强了 现在摆在男主人面前的 不是教育问题 而是之后还能不能一起生活 为了进一步观察小狗的情况 节目组首先安排嘉宾去接触一下 这次出发前 训犬师只叮嘱了一句 如果狗放出来 就必须要戴嘴套 所有行动都一定一定要注意安全 两个人刚到大门口时 真导犬确实在叫 但并没有表现得那么激动 不过当男嘉宾随手抬了下胳膊后 这条狗猛地跳了起来 离地高度真的差不多有一米 因为在狗龙前无法交流 俩人就来到修车厂里 先和主人聊了些基础的问题 男嘉宾首先问对方 为什么要把笼子放在路边 狗狗每天看到过往的车辆和行人 性格肯定会更敏感 叫得也更厉害 没想主人却说 他只是挑了一个方便自己管理的位置 可以随时随地看到小狗 开篇第一个话题 就给节目组所有人都叶无语了 尤其是远程观看的江讯全尸 脸色黑得仿佛下一秒就能破口大骂 而嘉宾为了缓和气氛 换了个方向问男主人 现在出门散步 戴嘴套的时候多吗 可惜对方这个回答也不咋地 他说自己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 小狗只要看见嘴套就跑 表现得非常厌恶 现在唯一能做到的 就是保证双好绳子出门 第二个话题也成功了死 男嘉宾只能顺着主人继续问 跟他确认了一下牵引绳的种类 哪知这样一条咬过三四个人的狗 居然还在穿胸背 从来都没有记过项圈 三连问之后 现场跟演播室的氛围都彻底降至冰点 大家不知道说男主人无知恰当 还是心大更加合适 但无论哪一点都足以证明 想从主人口中获取更多有效信息 基本上是不可能了 所以他们来到室外 决定再跟真导犬接触看看 这次有男主人在场 嘉宾一直向前走到了笼子边缘 狗狗居然也没有做出异常举动 不过他捎一台手 对方立刻扑了上来 主人说小狗之所以对手敏感 大概率是因为被人用石头砸过 之前有陌生人端了满满一碗石子 站在狗笼跟前跳起来打他 最后是男主人看到监控画面 才赶紧报警抓住了那个人 可从那之后 这条真导犬只要看见人伸手 就误以为对方是要伤害自己 所以才会抢先一步发动攻击 听完男主人的话 嘉宾们并没有直接回复 而是又问了一下这条狗的爸爸 性格怎么样 没想男主人居然说 他爸爸比他的性格还要糟糕 了解到最后两点关键线索 这条狗的性格拼图才得以完整 等嘉宾们回归演播事后 首先对刚才的情况做了个简单重述 只是固约而同地略过了交流环节 而这个过程中 江训犬师也什么都没说 就默默地笑 默默地听 等到嘉宾们说完了 他只用一句话就表明自己的立场 可能是表叔太过直白 旁边两个人都被吓了一跳 但训犬师完全没有找补 反而继续说道 看着屏幕里那条上蹿下跳的口 训犬师感觉脑袋都要炸了 他说男主人提出的愿望 根本就做不到 别说压根不会有人愿意靠近 就算有人靠近了 万一是个不了解情况的孩子怎么办 孩子把手伸进去被咬了 他又要怎么处理 这种情况下很多主人会觉得 是你来招惹我的狗才会被咬 那你挨咬了也是自己的问题 可这种判断标准真的正确吗 三个人沉默了半天 也没琢磨出个所以然 最后只有江训犬师遭罪 怀着沉重的心情去了修车场 不过他可能是被刚刚的情景模拟弃着了 这回走到狗龙跟前 突然问了男主人一句 因为狗叫得实在太吵了 江训犬师也跟主人回到屋里 坐下聊了些细节问题 他首先让对方把监控回放一遍 然后就这视频 给男主人分析了一下这条狗的问题 他说第一点 狗会攻击陌生人 基本是出于防御 这是他们抗拒外来人员 靠近自己的一种手段 从画面中针导犬的表现来看 他在咬伤送货员后 往返方向退了几步 这个行动代表他有防御性攻击的倾向 用人来比喻的话 就是你将陌生人用力推开 让对方不要靠近自己 以上是从监控中能看出的问题 但如果把视频 跟这条狗的实际情况结合一下 就能发现 他跟那些防御性极强的小狗 有本质上的区别 因为他不是为了保护家人才去攻击的 他咬猫 咬羊 还要小狗 简单点说 在这条狗看来 公鸡就是一项娱乐活动 训犬师告诉男主人 其实看完预录视频后 他也知道 这条狗变成今天的模样 是有很多种因素共同造成的 可其中最主要的原因 绝对是遗传性问题 如果真像男主人刚才说的 爸爸比儿子野心更强的话 那不单单这一只 很有可能那一窝都会出现咬人问题 这种狗不应该被用来配种的 因为攻击性一定会遗传 训犬师说这种捕食性极强的狗 不光会攻击动物 同样会攻击老人和孩子 因为这二者走路都很特别 非常容易被他们当成动物对待 就像男主人经历过的那样 他咬了别人家羊的屁股 但从结果来看并没有咬死 不管是不是主人拉架了 他其实都可以直接锁后毙命 可这条狗偏偏要折磨 要撕咬 因为这对于他来说就是一场游戏 他不是为了填饱肚子去打猎 只是单纯感觉好玩而已 觉得把其他动物撕咬致死这件事 非常好玩 当然除了上述两种一劳永逸的方法 男主人也可以采用另外一种更加极端的训练方式 那就是通过恐惧来阻止狗的攻击性 一般来说 训练的目的是为了让小狗自我反省 意识到原来我之前咬人的行为是不对的 可如果放到这条狗身上 只要让它产生一个念头就行 如果自己再朝人乱咬乱叫 很有可能会死 不过相比于教育问题 训犬师还有一件更紧要的工作 那就是给狗换个地方生活 最好是什么都看不见 他推开修车场后门 发现这一整片都非常合适 等男主人把杂物整理好了 碰出半边场地完全够小狗柱 到时候把后面跟侧面全部封死 在旁边加一道铁网 比现在看大门的狗龙不知道舒服多少 训犬师给男主人梳理了一遍 硬件上可以做出改变的地方 第一点是独立空间饲养 第二点是必须戴嘴套 第三点就是牵引绳的选择 先前男主人用的那种胸背 完全起不到刺激小狗 让他服从命令的效果 男主人自己应该也清楚 到了外面压根不是他遛狗 而是狗遛他 所以之后散步时 除了胸背 还要再加一根刺激链 看着男主人把刺激链套在手上 反反复复测试痛感的样子 江迅犬师突然说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那就是他今天不会训练那条真刀犬 一下都不会碰 因为完全没有意义 他之所以这样说 其实没有掺杂任何感情因素 只是因为狗过今天 或者说目前的状态不适合压迫训练 因为他没有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环境下 每天都因为过往汽车和行人感到压力倍增 如果现在立马进行教育 那狗记住的就只有恐惧 相比于训练 更像是以训练为借口的报复 他甚至有可能因此记恨人类 对主人也产生攻击性 所以今天江迅犬师不会亲自动手 参与到任何一项教育当中 但他可以在远处观摩 指导男主人给狗狗戴上嘴套 临进去前 迅犬师又帮他检查了一遍 嘴套跟绳子的结实程度 然后下了最后一剂猛药 他让男主人在面对这条狗的时候 一定要想清楚 他是一只咬伤过三个人 加一头山羊 还挑衅过无数猫猫狗狗的动物 他如果真的想让狗安全活下去 现在这点禁锢和疼痛 根本不算什么 再次回到狗龙前 可能是因为主人在场 所以狗狗并没有冲着训犬师乱叫 不过在看到刺激链的瞬间 还是有些焦躁 佩戴过程中也不断挣扎 好在男主人没有心软 最后总算成功系上了 但相比之下 后面出场的嘴套 可就没这么顺利了 无论男主人是迎合这条狗的动作 还是强制把他搂在怀里佩戴 狗狗始终都快他一步挪开脑袋 说什么就是不肯服从 看到这个情况 训犬师让主人不要着急慢慢来 毕竟这条真导犬咬过人 就算平时跟主人玩得很好 逼几眼了也容易出现问题 而他话音刚落 狗就咆哮了一声 接下来20分钟 男主人依旧在笼子里 和真导犬做斗争 这段时间内 小狗的尾巴越摇越慢 情绪变化也越来越明显 终于在到达第二个临界点后 开始撕摇起了嘴套 为了确保安全 训犬师建议男主人先出来 让小狗冷静一会儿再进行尝试 可主人却非常执拗地想再试一次 哪知这次居然成功了 看到男主人的动作 所有人脸上都挂起了笑容 可将训犬师突然加快速 让主人赶紧把狗拎起来 将牵引绳拴到刺激链上 而他话音刚落 真导犬就开始剧烈挣扎 摘掉了嘴套 这时主人千万不能着急 也不要做任何刺激狗狗的行为 就让他自己待一会儿找回理智 差不多15分钟过去 男主人再次拿起嘴套 准备继续尝试 哪只真导犬突然爆发 扭过头就想咬它 好在最终克制住了 这场博弈整整持续了一个多小时 除掉中间被挣脱的那次 男主人再也没有带成功过 后来他实在没办法 只能跟训犬失提 如果场地里没有陌生人 只剩下他跟小狗的话 情况会不会更好一些 而节目组也按照男主人的要求 全部撤离了 大家回到演播室后 透过监控看男主人 尝试了各种各样的方法 他用手捧着水 喂给那条真导犬 再把嘴套沾湿送到他嘴边 可结果依然失败 他甚至故意把门打开 反反复复地带小狗探出去一点 再回来举着嘴套示意 但对方还是不肯屈服 半小时后 嘴套彻底被要坏了 男主人也累得筋疲力尽 他蹲在笼子里摸着小狗 然后在看到江迅犬失的时候 露出了笔窟还难看的微笑 因为他知道自己这堂课 是真的训练失败了 不过即便这样 男主人在最后采访时 依然对自己信心满满 他说今天不行就明天 明天不行就后天 只要自己坚持尝试 总有一天能训练成功 而录制结束没多久 男主人真的传来了反馈视频 他利用临时引诱狗狗戴上了嘴套 在对着镜头宣布佩戴成功时 声音几乎都戴上了哭腔 随后的第二天 第三天 男主人一直坚持不懈地发送跟踪视频 直到整个后院布置完毕 小狗也可以不靠临时戴上嘴套了 他给自己不完美的训练 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而这也应和了江训犬师 在这期录制结束后说过的话 他说自己有时候非常烦恼 到底该怎么判断训练和处分之间的关系 其实把宝文这种真导犬交给男主人照顾 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 他很有可能继续对人造成伤害 可男主人后期训练时的配合 也的确打动了他 让江训犬师看到狗主人愿意改变的魄力 和愿意付出的努力 好了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